謝謝盟業城副主席 我們還有就是人民力量的立法會議員陳偉業 大叫 大叫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各位朋友 五區公投 當時我們是定新民主運動的第一波 發展到今天 七一之後 我們推動這個 以本土精神 本土市民的權益 本土市民的議員 為基礎的運動 這個是新民主運動的第二波 發動這個新民主運動的第二波 因為我們過去 是不滿意所謂的泛民主派 正如陳雲教授所說 是這個 民意代理的身份 或者是以 買板的形式 處理這個民意 代表這個市民的政治權利 買板的文化 因為他們說 往往是負責 買賣的 他們拿的利益是最多 人民的利益 是多次 還有是永遠 被出賣 所以 大家會不會接受這些買板文化 不接受 所以 這個新民主運動的第二波 就要叫這些買板回家 睡覺回家 好嗎 好 各位朋友 新民主運動 新民主運動的 本土的運動 是要群眾的參與 正如 馬丁路德金的黑權的運動 是要 美國 的黑人參與 金地 的不合作運動 也是當時 是需要印度人的參與 香港 這個本土運動 也都要大家參與 是嗎 是 大家會不會參與 是 各位朋友 接下來的日子 是越來越艱鉅 因為政府 想利用這個警權 打壓 市民的權利 我們是不是要叫他批街 是 所以各位朋友 剛才在立法會裡面 在毋敏問了那個 特別 緊急 的問題 上一次 開這個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基於某些人的缺席 差一票過不了 但是主席都被毋敏猶說之下 是被問這個緊急問題 我當時都提了 我數這個警方的七宗罪 包括是濫用警團 胡亂打 拳打這個市民 也都拘捕這個記者 影響這個人權的監察 現時的警團呢 我可以告訴你 更壞的爛仔 七一那一天 七一那一天 我們手毛串鐵 雖然我是大舊一些 但是警方又有槍又有棍 是吧 我們手毛串鐵 手翹手 向前步行 警方的人員竟然卑鄙到 一個就叉頸 跟著一個就用胡椒噴霧噴眼 一噴完眼 我兩隻手顧著 掩著眼 跟著一個警察就一拳偷襲打胸 你說這樣的行為 是不是比那些男生壞呀 是 喂 那些黑社會劈人的都盲目張膽 你看這些香港的警務人員 竟然卑鄙下流到 趁市民中了胡椒噴霧之後 才用這個拳頭偷襲 這些是不是卑鄙的行為呀 是 這些人 是不是叫做混蛋呀 是 所以各位朋友 剛才一聲公說我們不怕風不怕雨 我們也不怕你們這樣的警權 夠膽就放馬過來 我們這個本土抗爭運動 一定會延續下去 直至到 市民的權益 市民的民主的權利 得到這個中獻為止 多謝 多謝 各位有否補充 我們今晚的節目很豐富的 我就不說太多的東西 我剛才下去周圍繞了個圈 約我 後面還有人 我不知道 我剛才下去繞了一圈 現在已經是超過一千人了 給點掌聲 好 我們連續三天的 這個都是一個頗為長期的抗戰 今晚來過的 明天繼續來 後日呢 我們估計的時間可能會短些的 因為這個 這個煲胎呢 就會兩點半鐘 就來做答問大會 那我們就希望可以現場直播 看到那個衰樣 你明白嗎 接著就嚇爆它 然後呢 我們給他一些顏色去看 那個十五號 七月十五號 星期五是高潮是不是 是 希望大家告訴大家 星期五兩點鐘 就來這個集合好不好 好 感謝你 好 多謝 多謝人民利用的一班收睿